那么我们走到这边来 这边看起来一个高大上的展台 看起来确实他们也是做机器人的 我们进去了解一下怎样 你好 我们是杭州权命数据科技公司 给大家带来的一个云七大会现场直播 那么看到这边有一个机器人 所以我们也想带观众了解一下 这个机器人有怎样的功能 能够我们稍微介绍一下吗 可以的 我们是JT机器人公司来自新加坡的 这个是我们的JT小顽童 我们的这个机器人是全球最小型的 一款人型智能陪伴情感型机器人 它只有23.8厘米 然后小朋友带着也可以随身携带 非常容易 商务人士这一块可以做个人资人助理 对因为他听到 挺可爱的 对的 因为他时间就是说你跟他说了一些主要的字眼的时候 他就会有启动他的功能 然后呢我们这个机器人呢 他还有就是说私人助理 然后智能陪伴智能家居 还有13种语言的翻译功能 所以呢对我们来说 就是对您的一个人生最好的好朋友 您刚才提到了这个是一个人型自主陪伴很多很多形容词啊 对啊 确实看得也就从另一个侧面表现出了他的功能很丰富 对吗 对的 那您稍微给我们演示一下嘛 可以的 然后我们叫我们的这个最帅的一个帅哥帮你们演示好吗 啊行我们去找最帅的帅哥 这是一家来自新加坡的企业啊 来看看他跟我们国内的企业有什么不同呢 这边来给个特写 起来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个机器人是处于脑下的状态 但是我们对他进行了一个 发了一个指令叫他起来 他就站起来了 看起来很神奇啊 跳舞 跳舞 看看他能跳什么舞 还自带配乐 可以看到这挺可爱的 那么除了跳舞 还有站起来 这个简单的功能 还有没有其他的功能可以给我们展示一下 就是 就是独家秘诀 它的核心是AI 核心是AI 人工智能 机器人 机器人 有机器和人 但是它是着力于人的研发 它可以理解你的意识 它可以把你生活的点点滴滴 你跟他所说的 它都会记录下来 它通过自己的分析数据 会产生 就会反目的问您 比如说你一个礼拜吃四天火锅 好吧 他第二下礼拜会问你 你是不是想吃火锅了 要不要我帮你找地方 帮你找商家 是这样的 非常贴心的 一个暖男 也就是说 他是一直处于学习的状态 对吗 就像人生下来 一直在接触外界的信息 你只要给他相应的刺激 他就会慢慢掌握一项技能 就比如说吃火锅 我一周吃了四次火锅 下周就叫我 就问我 要不要吃火锅 原来是这样 因为他那个人一样 大脑小脑 对不对 他的大脑就是 这种云端大数据 他把可以调入 所有云端数据 当中任何的一个信息 然后说他的小脑 就是我们自己的AI 对他的培训 对他的训练 他怎么去 怎么思考 您说的话 你好吗 你好吗 对于这个语句 他是怎么去判断 他是有这样一个学习功能 他也是能够学习 我们的一些情感 对吗 就比如说 我感觉很伤心 比如说我问他 我失恋了怎么办 都怪你 我头发都要掉光了 我失恋了怎么办 不要难过 从今以后 你可以把我当成 你的另一半 好暖啊 他还会给我安慰 给大家秀一下 我们的毒门绝火烧炮 翻跟头 翻跟头 对于机器人来说 翻跟头可不简单啊 翻跟头 翻跟头 别让他掉下来了 自己可以翻跟头 自己还可以站起来 看起来挺酷的啊 还有吗 你真棒 你这样说 我好害羞啊 好害羞啊 看来还也懂得情感啊 那还能做什么 像俯卧撑这个 能做吗 因为他头上有一个触摸器 他操作 他翻跟头就可以了 就取消掉了 俯卧撑 俯卧撑 我们来看看 机器人坐俯卧撑 是什么样子的 哇 很棒啊 还没完呢 还没完 他还可以倒立啊 又翻了一个跟头 别让他摔下来了 自己还能站起来 翻了跟头 不光做了俯卧撑 还翻跟头 倒立 再加上最后站起来 确实很棒 你真棒 他想我了 确实挺萌的啊 那如果我们想要了解到这个产品 就关注咱们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 是吗 来 我们来扫一下 关注一下这个二维码 来自新加坡的机器人 非常感谢您给我们的介绍 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机器人给我们带来绝活 咱们来自新加坡的机器人 现在来自新加坡的机器人 感谢观看